看完了打闹的温情的拍摄现场当然也少不了吃苦受罪的时候 这部任达华就连鼓劣了依然要忍痛拍戏 近年来一向以硬汉形象使人的人打法冲锋战警中再次经典警察形象 不仅要在影片中展示矫健不凡的身手 还要上演爬天顶 近身肉搏 车库激战 跳楼等高难度戏份 而正是这些经历让硬汉任达华不禁大到苦水 来时有点 我也结果了很多危险 跳楼 你相信我最记得的意义 花了特别过点 下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累完了就累开 结果跳楼 他还不行 跳一次还不行 不行 不好 此番拍摄冲锋战警 任达华可谓早已伤痕累累 但是作为一位职业演员 皮肉之痛似乎还不是让他难以忍受的 他的心里最在乎的依然是身边的两个女人 而片场受伤的他 回家竟然还要接受女儿的严厉惩罚 最后我也给你女儿罚站了十分钟 因为看了这个一点点危险的动作之后 我女儿就有点不安心 太太有点不安心 那边任达华拍戏受伤 这边郭富城因为自己的普通话也正备受折磨 电影《全民目击》题材很严肃 不过拍戏现场 孙宏雷与郭富城这两位却很闹腾 由于该片拥有大量的法庭对峙戏份 拍摄过程中饰演检察官的郭富城 台词量那是惊人的大 你也听到了生长在香港的郭天王 本来普通话就不是很利索 七十叶纸的台词往他身上一压 使得他不堪重负 于是就出现了以下场景 你口误怎么这么多啊 郭富城不停的吃螺丝 使得搭档孙宏雷心中有苦难言 虽然在台词的功力上稍训一筹 但在舞蹈方面郭富城大可以老师自居 在他的带动下 孙宏雷也忍不住大秀舞姿 他那个节奏 棒